一场游戏 一场游戏一场梦对我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因为这首歌让所有的人从此认识了我王杰 在三十五年之后 我保留了他所有的原装和弦走法 以及所有原装的音乐风格 只不过在词曲方面呢 我把它重新的改写一遍 为的就是让大家在任何情况之下呢 不管是新版的或者是旧版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您随时都可以任意的切换来唱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感谢为我作曲的王文青 以及为我编了一首这么好的音乐的音乐大使 陈志远老师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首歌 能够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谢意 以及曾经无悔无憾的支持过我 爱过我的歌迷 更透过这首歌来表达 我对他们的感激之心 谢谢你们 哇 没有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首播 好的 哇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首播 听到的是王杰 王杰以这个1987年当时的身份来亲自介绍这首歌 当时这个歌的发表真的是让王杰打造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疯狂的王杰小宇宙 而呢 他自己也提到过呢 在这个1987年呢 透过这个歌让大家认识他 认识了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王杰 时光呢 一转眼过了35年 天哪 王杰杰哥今年已经60岁了 但是呢 依旧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首歌来表达所有粉丝们对他的一路的支持 他呢 重新把这个歌呢 赋予了一个新的词跟曲 那呢 给大家的是今天 出现在频道当中 相隔35年 不同感觉 但是一样原汁原味的一场游戏 一场梦的结束篇 王杰 别以为我是你 就会一个人偷偷哭泣 我知道不管是一场游戏 这次真的离开你 别以为我会真的舍不得你 我不过当工作是梦醒而已 相处走了就不信心 过去全都把它给忘记 从此再也没有你我的回忆 也许会有一点痛 让我潇洒地独自离去 在我写的日子里早已没有了你 哦 什么是对错 莫名伤害都掌握 我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也许这样适合我 就算是有缘分才相遇 那就从中陌生别回眸 或许有点重 或许不到眼后 就当做那是一粗戏 别在意 相处走了就不信心 过去全都把它给忘记 从此再也没有你我的回忆 也许会有一点痛 让我潇洒地独自离去 在我写的日子里早已没有了你 哦 什么是对错 莫名伤害都掌握 我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也许这样适合我 就算是有缘分才相遇 那就从中陌生别回眸 或许有点重 或许有点重 或许哭到眼后 就当做那是一粗戏 别在意 什么是对错 莫名伤害都掌握 莫名伤害都掌握 我又回到原来的生活 也许这样适合我 就算是有缘分才相遇 那就装作陌生别回眸 或许有点重 或许哭到眼后 就当做是一种游戏 一生梦 我的天啊 太好听了 想当年杰克也是我少女时期的梦 她是我的超级偶像 那时候为了她都会买卡带 然后都会把她的歌去KTV 唱过一遍 一场游戏一场梦 太美了 当然刚刚我还发现说 我们留言板上 好多人在等王杰的歌声 然后他们说 杰克现在还是一直深深爱着你 希望你可以赶快付出叛演唱会 不要说曾经 因为我们跟你的故事 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刚刚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等待了这个新版本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结束片 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